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最近有一个流行的讨论 就是Ninmo用日本传过来的网涉手法 去吹谴他们的写真杂 网涉是什么来的呢 就是日本的一些寫信集 而他們是毛特兒穿很少的衣服 很裸露的 而當那些讀者去打開這個雜誌 撕開這個雜誌的時候 就好像撕開他的外衣 看到他的內衣 甚至看到他的裸體 也有人叫做私部 在香港最近因為有些嬰毛 他們要參加書展 或者出雜誌 出來寫真集 他們就嘗試用了這個方法去宣傳 就是拍了一條很短的影片 就表示一個嬰毛扮演的少女 深夜在街上走 突然間被一個男士經過 就把她的衣服扔下來 於是這個嬰毛扮演的少女 她就很無助的 很驚恐的 就讓別人看到她的身體 和她的內衣 其實這段是一個 自己拍攝的宣傳短片 也都放了上youtube那裏 公諸同好 有很多評論 覺得她們美化了性暴力 也都將現在的宣傳手法 去到一個無所不用其極的地步 我想妄涉或者私部 最大的影響就是 第一 她美化了和合理化了性暴力 你會看到她們是為了賺錢 她們是完全扭曲是非黑白 也都不理對其他人的影響 另外她們是用一個天真無邪的包裝 去推銷色情 去賣弄色情 我想這個比明馬實價 擺明居馬色情 來得更加之差 對於青少年的影響是更大的 如果你是家長、老師 或者是關心年輕人的成年人 如果你想跟年輕人去討論 關於年輕人或這一連串相關的議題 我想你當然要跟他們說 這些意識真的有些問題 又或者是對社會 對年輕人有些什麼影響 不過同時聰明一點 其實你可以跟他們說 如果你真的有興趣 加入這個演藝行業的話 你是需要做一個有實力的藝人 那你要是唱歌唱得好 要是你做戲做得好 要不是你跳舞跳得好 又或者你Catwalk要好 就不只是脫衣 因為單單是脫衣的話 越來越多新的人 越年輕 越好身材 越肯脫的話 其實你就沒有什麼價值了 我想跟年輕人談的時候 都要有些智慧 要懂得從他們的角度去談 從他們的角度去思考 好 masked 讓我聽到 就會怎樣